你們每一個地方都是好氣派 但有很多細節 是的 這個畫面如果有看過這個場景應該很清楚 很清楚 那不曉得這個地方 網美知不知道在哪裡 我知道 Paris 巴黎邪惡廣場有兩座噴水池 你以這兩個為靈感 做成一個獨一無二的 河神跟海神的一個呈現 我們在中間的中庭叫做布萊恩花園 中間這個水池呢 比剛剛那個水池再更高一點 那這個花園叫凱莉噴泉 上面有個雕像天使 那是我們佐德尼斯的守護神 抱著一顆珠子 來守護著我們這座城堡 然後另外這棟建築呢 其實您可以看到很濃厚的 這種古典建築美學的感覺 有 而且你知道這個長廊 我已經起幾天了 這一個巴洛克風格的廊道 是目前全台最長 這個整個摸字形200公尺 如果你的禮服上面 有這種金光神神 這種鑽石啊 珍珠啊 這種啊 我都建議大家在這個場景 才能夠拍出那種澎湃的美 來來來 給我拍好我拍蠻像的 然後你們有拍到我走上這個樓梯 這種澎湃的感覺 這台很厲害 這台我知道 這台很厲害 這台我知道 這台很厲害 這台我知道 這台真正Queen在做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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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黑色喔 就是那種香檳精的 那個顏色有沒有 有夠漂亮的這一台 從來你知道這台要多少錢嗎 這台不可估價 它的價值已經超越世界 根本就是一個傳家寶來著 這種城堡就是要配炸種車子 你要知道就是說 很多人齁 你沒有辦法接近 但今天的這個城堡 每個人都必須要認識它 聽說這邊的總家大概是30年 整個城堡有很多細節 要先知道是誰有錢有30億 還花成這樣 還囂張到請我們來看 我覺得這種事情 真是你自己幹得出來 怎麼沒有 喔沒有 這姐姐不得了了 我們先去找這個姐姐 我們要走去找她 不能走路 小小你準備好了嗎 嗨 太綜藝了 為大家隆重介紹我們的七七界 感謝你的邀請 我是第一個來這裡的網美吧 對 多久時間蓋一個城堡 總共花了大概七年多 七年 對 七年 而且我站在這個位置 感覺好像就在正中間 有一種能量直達腦門的感覺 哈 這很貴欸 這個的話是我們佐登城堡裡面 最高的殿堂 很高多高 總共是50尺高 是不是要認清一下 這種朋友要補充 當然要啦 我都叫奇異姐了 奇 哈哈哈 整個窮頂大概投資了將近5000萬 可以看到上面是幾盒圖形 然後搭配著整個雕花 巴洛克式的一個建築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窮頂的欲望呢 讓人感覺到就是最美的一個想像 所以我們希望來到這裡的所有的旅客呢 都可以得到我們的這個祝福 希望它能夠越來越美 密寧不畏時光 我有感受到了 因為奇姐做美的事 是 每個地方都很要 對 聽說這邊它是仿造聖彼得堡大教堂 對 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 因為聖彼得大教堂它有一個概念 就是為什麼它蓋這麼高 就感覺你離天上又近的感覺 喂 不好意思 那個小姐小姐 小姐妳起跳了 小姐 公主 公主 幹嘛剪喔 你不對 我不是給你剪 你媽媽沒有教你 地上的東西不要亂剪嗎 這個先還你啦 這個先還你啦 喂 這是一個城堡公主的概念 因為其實你不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很適合像這樣突圍的人 你有沒有發現我聖彼得上面 有好多蝴蝶結 觀眾朋友你算一下 總共有幾個 我們算一下 16 17 這邊還有兩個 18 49 因為它這件的正面 好像是一件很素雅的禮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在袖口上面做一個活動的蝴蝶結 我連我的耳環都是蝴蝶結的 就我自己配的 你今天耳環是不是很有型 雖然它是全白的素雅 可是你會發現心機很重 無窮無盡的延伸感 我相信我以這一套為開場 應該不回過吧 我跟你講我今天 C還有C們的火力全開 我希望在我之後 如果你們有機會可以過來的人 拜託不要輸 你來示範一下你拍照要怎麼拍 那肯定要的 那我們就是先C機 然後我們來轉件拍照 來來來 你們每一個地方都是好氣派 但有很多細節 是的 這畫面如果有看過這個場景的 應該很清楚 那不曉得這個地方 王美知不知道在哪裡 我知道Paris 巴黎邪惡廣場有兩座噴水池 你以這兩個為靈感 做成一個獨一無二的 河神跟海神的一個呈現 那另外這個位置 剛好就是我們佐德尼斯 城堡的正入口處的一個營兵位置 從我們營兵的 竟然能夠感受到 很濃濃的歐洲的風味 對啊你剛從這邊走過來 然後就看到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噴水池 這以後打卡景點了吧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穿了這一套 是想深還原那個場景啊 可惜小孽就是不配合 現在大尾了嗎 在中間的中庭叫做布蘭花園 中間這個水池呢 比剛剛那個水池再更高一點 那這個花園叫凱莉噴泉 上面有個雕像天使 那是我們佐德尼斯的守護神 抱著一顆珠子 來守護著我們這座城堡 然後另外這棟建築呢 其實您可以看到很濃厚的 這種古典建築美學的感覺 有 而且你知道這個長廊 我已經起 感受很起來了 這一個巴洛克風格的廊道 是目前圈台最長 這個整個摸字形200公尺 我們現在走站下來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生產工廠 它是一個綠能智慧環保的 結能工廠 然後我們更重要的是 我們這邊這棟建築的二樓 申請了一個12個國際集證證的實驗室 我們也開放給客人參觀 我們在這個場所想要打造的就是 從發現美感受美跟安心美 所謂的安心美就是透明看得到 這個長廊 整個人站在這邊 你就會想說這麼美的地方 我們不只要穿得漂亮的來 內在美跟外在美 都要能夠達到一個平衡 衣服還沒介紹 衣服這一套就是我們走一個 因為你剛剛有說了嘛 這個古典歐風 如果你的禮服上面有這種金光神神 這種鑽石啊 珍珠啊這種啊 我都建議大家在這個場景 才能夠拍出那種澎湃的美 就是有一種花園的感覺 Garden 我想要把它穿在室內的 就是因為剛剛 總經理有提到嘛 他們有很多這種紙粹啊 這些原料的東西 這個有很像那種花仙子的感覺 就會這樣是否真是一種赤製的感覺